每天做五题 分数层层题 请看第一题 注意like后面可以跟两种形式 一种是to do 一种是doing 而A B C 三个选项当中的A选项 既不是to do也不是doing 直接排除掉 B选项跟的是一个 Ing形式doing 所以选的是B选项 那么第二题 How about football about它是一个借词 那么借词后面有三宝 名词 代词 动名词 也就是动词的Ing形式 那么play是个动词 那么后面只能跟的是动词的Ing形式 A选项play原型排除掉 B选项playing 好选择是B选项 那么C选项to play 没有这样的形式 所以也是排除掉的 第三题 How many do you have 那么how many 问多少 对数量提问 那么对数量提问的话 后面只能跟上的是 可数名词的 负数形式 那么A B C 三个选项当中 A选项是单数 直接排除掉 那么B和C 老师都是负数 那到底选哪个呢 注意 盒子box 它是以X结尾的 那么以X结尾的变负数 后面只能加上ES 所以正确答案选择C选项 那除了X结尾的 后面要加ES变负数 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以S结尾的 以X结尾的 以CH结尾的 以SH结尾的 变负数都要加上ES 记好一句口诀 首先 首先蛇S像一个蛇的形状 那么不X像个小插号表示不 那么吃拼的前两个手字母 使也同样是拼的前两个字母 所以口诀就是 蛇不吃屎 以S X CH SH结尾的变负数 加上ES 第四题 Why not home 注意 这里边的why not 是一个口语性的表达 那么它的一个正式的表达呢 就是 Why don't you 那么看到了don't 后面只能跟上动词的原形 OK 那么go 三种形式 原形是A选项 第五题 he can a kite can 是一个情态动词 后面只能跟上动词原形 那么动词原形 ABC只能选择A选项 你都学会了吗 点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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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